拒绝民主倒退 警告中国国民党 立法院外开记者会 号召民众重返立法院 国会扩权进入严惩赛 19号和20号将召开全院委员会 邀请行军院长竹龙泰列席说明 6月21号服役案表决 公民团体系数六大危害 呼吁自发轮班到场捍卫民主 这一次的修法也形成了 全世界最夸张的藐视国会罪 变成是所谓的藐视国会 就可能接受刑事诉讼的追诉 第一个是号召已经放暑假的学生 到青岛东路来参加民主台湾夏季学校 第二个号召 我们号召台湾所有的自营作业者 小店家小老板 19、20、21这三天来到台北捍卫民主 以身份证号码为区别 为数1到4的6月19号先来 5到7的20号 890的则是21号到立法院 欢迎上班族或学生下班下课后 轮班来持续监督 而最新民调也显示 有51.9%的民众支持行政院提复议案 33.5%的民众不支持 另外中华亚太经营交流协会民调 更显示高达61.4%的民众支持提复议 21.3%的人不支持 参与的人数 我们估计每一天晚上保守估计都会有破万人 拒绝民主倒退 给中国国民党最严厉的警告 6月21号当天 公民团体抢占立院旁 青岛东路从正江街口到中山南路段 以及济南路的路权 蓝营则是成功申请到青岛东路 从正江街口到林森南路段路权 双方群众隔正江街对峙 主办单位这边 我们绝对不会去挑衅对方 那我们也希望 中国国民党号召上街的主事者 也应该要有民主风度 从离院内到外 国会扩拳表决朝野新一波冲突 善于欲来 明镜小伙伴就要杨伯爵 SNG小组特别报道